台中發生了可以說是這個社會新聞裡面 近十年來最懸疑最離奇的命案 一名高中生才18歲而已 他在上個月四月的時候 剛繼承了5億的房產 價值5億元 繼承之後沒有想到就人家找他結婚 同姓找他結婚 登記兩個小時之後意外墜樓身亡 就死掉了 照片這位因為各自的關係 我們把馬賽克 這是他跟他的父親 18歲的賴姓男子高三的學生 繼承他的父親 在台中有30筆的房子 市價高達5億元 過去的十年都是一位姓夏的地政士 幫他們家處理這些房產 這一位地政士他的兒子 在5月4號早上9點的時候 跟他約死者說 我幫你處理房地產 約他出來 結果就把他載到護政事務所 去登記結婚 9點登記完成 11點意外墜樓身亡 而且5月4號當天的新聞是報導說 路人看到以為他是陸島 沒有想到是墜樓死亡 因為他死的狀況也非常離奇 全身都沒有骨折 然後甚至也沒有血跡 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現在母親出來開記者會 他質疑說 這個夏南就是跟他兒子結婚的 登記結婚的 他在酒裡面下要迷婚 然後把兒子推落陽台 我必須要強調的 這是他母親出來的 單方面的指控跟質疑 他說兩個人只有見面第二次而已 也不熟 而且他兒子因為女同學告白失敗 還特別去找輔導師 是一個徹底的異性戀者 不可能跟同性結婚 陪同他出來的律師說 他們結婚的時候 甚至是在超商裡面 隨便找兩個路人 然後隨機 他說我們現在我們是同婚 要不要支持我們當證人 兩個路人就幫他們證婚了 夏南他是法律系畢業的 案發之前就要求死者 把房地產的這些權狀 寄放在事務所裡面 兩個人的婚姻有效 隨時可以轉移名下 等於說五億裡面 可能有2.5億元 就變成是夏南 隨時可以轉移 那夏南他現在 是以30萬元交保 但是他沒有被限制出境 家屬希望說 至少要限制他出境 不過還是要強調 今天記者會出來 所有的資訊 多數都是單方面 由這個死者母親那方面 還有包括律師提供出來 兵哥怎麼看這事情 這個案子真的是疑點重重 而且非常詭異 我看到有人講說 這個本土戲劇全部輸了 因為這個比本土編劇 還要誇張 已經超越本土編劇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說真的 因為目前我們聽到了 就是這個夏南他父子都沒有出現 也沒有出面 也完全沒有做任何解釋 所以我們聽到都是 這個王者的他母親的一面之詞 所以這個目前都是他母親的看法 那是不是事實我們不知道 那中間我可以講的幾點 第一個就是 兩個人熟不熟 並不代表他會不會結婚 那他曾經暗戀過女同學 不代表他不可能會喜歡上男同學 或是男朋友 這個都是不一定的 有些事情也許母親不知道 對 那他們兩個是不是認識這麼久 其實只有他們兩個自己知道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如果他母親認為他是因為被下藥迷婚 而且他根本不可能跟他結婚 那為什麼他能夠跟他一起找證人 而且來簽字結婚 這個因為他在簽字的時候 難道是被催眠了嗎 因為有這種藥可以下藥之後 讓他被催眠去牽制 兵哥有沒有可能是地政事 用專業騙他說 你可能跟我結婚 我們可以歸逼一些稅 遺產稅 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 所以這個要去清查 他是不是用其他的話術去欺騙他 可能當事者涉事未生 所以就上了他的當 這也是一種問題 然後這個東西最吊詭的就是 今天他如果目的是 基於這五億的財產 那他為什麼這麼急 也就是我們正常 其實過去我跑社會行為的時候 這種基於別人財產 謀財害命的案子 發生過非常多 但我從來沒有看到 急成這個樣子 兩小時而已 我可能跟你結婚 敘語尾遺 拖個一兩年 慢慢把你毒死 慢慢把你處理 然後財產變我的 對所有的犯罪者來講 他的最終目的是 要能夠享受到犯罪的成果 然後自己不會入獄 自己不會被抓到 所以他應該要去設想 怎麼樣去規避這些東西 可是他顯然沒有去設想 這件事情 因為光是結完婚兩個小時之後 就直接 不管是路導也好 或是墜樓也好 這個太起人疑鬥了 所有人都會質疑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本身 我覺得有太多的訊息 目前沒有揭露 所以變成我們從太多的片段 去了解這個東西 那當然以我個人來判斷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恐怕大有問題 因為再怎麼樣 就算是他們真的結婚了 他們為什麼會跟一個 才認得沒幾天 或是說至少不會太長的 一段時間 然後說真的在同婚 我也必須老實講 同婚在台灣的社會 雖然已經開放了 但他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通常的人還要考慮到 我自己願意同婚 我雙方的家庭是不是能夠接受 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因為這位 這位往生者 他目前也才高三而已 所以他都必須要介紹 也沒有理由急著要結婚 對 他幹嘛那麼急 所以我覺得 像耀州剛剛講 他是不是受了某一些話術的引誘 還是他受了某一些 其他方向的控制 才會做出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檢方一定要全部徹查清楚 還有一個因素 因為他現在傳出來 陸續有一些比較新的 就是他的家事非常非常的複雜 可能還有一些資訊 甚至有很多的資訊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不過以前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詐騙的對象是三高男 就老男人很有錢 三高的 結果現在是高三男 所以像一個狀況 摩擦害命 不知道到底是真相如何 那在三重的 在這個新北的盧州 也發生一個非常 我們現在的社會案件 真的是一樁一樁比一樁還要起 這個發生幾乎是電影 瞞天過海還有刺激1995才會出現的劇情 結果發現在我們的盧州 有一個銀樓 有一個銀樓在這邊 銀樓的隔壁 那個本來是一個店面 一整棟出租 然後有一個男的 有一天有一個男的 姓蔡49歲 他開著BMW 跑去他隔壁 銀樓的隔壁租房子 一個月租6.5萬元 然後貼出公告 說我們要新店面 要裝潢 所以你裝潢聽到 請你多包涵 結果他真的就出現各種 原來他是挖了一個洞 要通到隔壁的銀樓 然後趁著對方不知道的時候 就去把他們家所有的金氏 全部把它打結出來 而且進去之前前一天 還特地的跑去銀樓 買了金氏 探視一下這個地形 另外一個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志祥號居然有莫名其妙出現瓦斯桶 當時瓦斯汗還說 可能是我們掉下去 後來清過清朝 沒有沒有不是我們掉的 沒有想到出現了一個 非常離奇的事情 一個46歲的男子 誠性嫌犯 沒有結婚四處圍家 白天打零工 晚上睡在網咖 結果監視器拍到 就是他把瓦斯桶 刻意丟到鐵軌上面 當時乘客有840個人 如果真的不剩爆炸的話 會有多少人命 嚇死人了 現在監視器就一路路追 追了將近快要半個月的時間 凌晨兩頓都發現 他載著瓦斯鋼瓶 然後把它丟到鐵軌上面 然後到了附近的抓娃娃機裡面 再把它變裝 怎麼會有這種人 楊敏 這兩個其實都是所謂的 好萊塢電影的模式 你看上面這個 這個嫌犯 他真的說他看了蠻天過海 他想要學電影裡面的方式 所以他是真的學蠻天過海 他是這個叫模仿犯 他是真的學電影的 但他學半套 模仿犯又是另外一部戲 對 他學了半套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講 像這種所謂的犯罪的電影裡面 很重要的是你要怎麼逃離 你看他確實成功了 他得逞了 前段都規劃得很厲害 說我租了店面 然後隔壁是營樓 我還假裝顧客去裡面 探視一下這個環境 然後也得手了 可是當他被鎖定的時候 就是你要有一個逃跑的計畫 沒有 他最後回到老家 把這些金事塞給他的爸爸 然後警方已經鎖定他了 因為有金事畫面 所以他以為自己不會被鎖定嗎 所以我說 如果你今天要幹這種 我幹一定要大樓 要嘛 你要出國吧 對啊 這我們不是要 因為監視器都拍到他忍了 怎麼會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不是要交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說要犯法這樣 不是 電影裡面大部分都是 他們有一套完美的逃脫計畫 但是這個人 我覺得有點奇怪 你要幹這麼大一票 結果居然你沒有 最後又查到你了 他特別開了B&W 然後演這麼一出 然後把他租下來 瞞天過海 結果最後他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被監視器拍下來嗎 這個 基本上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有點脫線 他真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事情都覺得 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風險 去做為非作膽 那這些人 比如說你看他還開B&W 對 那他到底是缺錢缺到什麼地步 要挺而走險 還是他追求一種刺激感 不知道 那下面這個就更離奇了 因為我們以前 以前在台灣台鐵 最有名的搞鬼案 李泰安 泰安休息站 這個在我們新聞圈幾乎就是一個 你知道 朗朗上口 像首長那個時候 都非常清楚 大家都認證在辦案 沒錯 可是你要知道 當年那個搞鬼案是在南迴鐵路 所以他的車上其實乘客不多 所以那次出軌 雖然造成了傷亡 但是影響的人其實算少 這一次 這一次 如果 這個瓦斯床 如果真的炸開 或是出軌 那真的後果不堪設想 我覺得 幸好台鐵的 包括他們的整個駕駛 這個應變是得宜的 那他這一位 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因為今天好不容易把他抓起來了 那他到底什麼 他是不是只是一個單純想要造反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固定工作 反社會人格 對 有沒有可能 他就會打工地打零工 他就很煩 我想要讓這個社會乾嫖大了怎麼樣 如果是這種反社會人格 那還算單純 如果是有人給他一筆錢 叫他刻意去破壞 如果有這種 後面還有其他的動機 我們 組織犯罪 對 或是什麼樣的 他就是想要破壞 或是有所謂的境外勢力 或什麼樣的 我們不知道 那可能要去查他的通聯 對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 要把它查好 一定要把它查清楚 否則 隨隨便拿一個瓦斯桶 放在這個 對我們整個國家的 鐵路的運輸安全 威脅非常大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發生在巴黎島 今年的5月1號 也就是中國大陸的五一長假 巴黎島有一個 非常離奇的命案 照片上這一位非常漂亮 男朋友也非常帥 這個女生才剛大學畢業 男朋友也才二十幾歲 金融界的這個 還滿有錢的 兩個人相約到巴黎島玩 在4月30號凌晨 晚上的時候 一前以後入住 結果後來隔天6點之後 發現兩個人都離奇的死亡 而且死狀非常的淒慘 現在印尼的警方公布他們 調查的官方報告 印尼警方認定 男子先殺害了女生 他說他們在別的地點 有口角 有吵架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就把女生殺了 後來畏罪輕生 就拿那個玻璃瓶 就啤酒的玻璃瓶砸碎 然後往自己身上猛刺 刺完之後因為太痛了 所以爬出去外面求救 好 官方這樣定案 定掉之後 所有的人就為之沸騰 說這怎麼合理 第一個 他身上 男子的李某身上 有20多處的傷口 你如果說他是輕生 畏罪輕生 他拿這個玻璃瓶 脖子兩邊 手也來 腳的兩邊 兩隻腳的腳背都來 20幾處傷口 他都有辦法狠下心來 結果他後來最後一刻 他動不了 爬到外面去求救 這個也太不合理了吧 然後包括還有這個 兩位死者 一絲未掛 全裸 怎麼會在吵架的情況之下 會是全裸 比如說洗澡 洗到一半來吵架嗎 這也是網友覺得 很不合理的狀況 然後有其他的網友 認出了男子的身分 說這個男的 專門是在做 所謂的非法的虛擬幣的轉移 洗錢的集團 他可能 侵吞了500萬 500萬的人民幣 大概是新台幣2000多萬元 所以被人家追殺 不過目前這個都是網路上的爆料 還沒有經過查證 賓哥怎麼看 因為這個網路上的爆料 目前沒有任何的官方證實 只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他們這麼的年輕 可是出手非常大方 然後看起來又很有錢 對 所以你的錢到底怎麼來 這是讓大家懷疑的一個地方 但是現在印尼警方這個結案 讓所有人炸鍋 炸鍋的原因是在於 就是印尼警方的結案的方式很草率 因為還有很多疑點沒有釐清 就是如果他是輕生的 難道他是因為輕生 到底覺得太痛 才爬出來求救嗎 有沒有可能 有 但是因為他選擇的情況 假設如印尼警方所說 他是拿啤酒瓶 我想世人都知道 你拿啤酒瓶在自己身上亂刺 那個痛是非常非常痛 而且很難致命 對啊 左邊 右邊 然後腳背兩邊 這怎麼可能撐得住 對啊 而且他不只這幾個 他身上好幾十處傷 對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很少人輕生會把自己打 二十幾處傷 而且更詭異就是 他連背部都有癒傷 背部 對 有人輕生這樣輕生嗎 這非常不可對 他背部癒傷不只一處 所以有誰輕生採取這種方式 會覺得很詭異 然後兩個人是怎樣 是洗澡到一半突然一言不合打起來嗎 看起來不像 也不合理 對 所以很多東西他都沒有交代 比如說相關的驗屍報告 可不可以公布 比如說這個女孩子的身上 是只有他自己的體液 還是有其他人的體液 然後或是他們現場房間 有沒有其他人的指紋 不應該存在的一些東西 因為印尼警方完全沒有公布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大陸 因為這是大陸的情侶 所以大陸網友那邊是炸鍋了 但是我覺得因為隔了一個海 然後印尼警方向來辦案 我們過去其實 好幾起發生在印尼的事件都是這樣 他都講得非常簡略 那你事後要再去追什麼 恐怕也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案子 恐怕到這邊就不了了之 可能就會死成大海了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 謝謝 拜託